恋爱前我就觉得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鼓足勇气和他在一起 但他为什么总是让我失望呢 感受不到对我的在乎 让我觉得越来越心寒 我是真心喜欢他的 我以为他改变了太多了 他总是知悉我的真心 不能理解我 空有一张爱我的嘴 有一百个不爱我的细节 我觉得他没有对我惨开心扉 有很多我没有注意到的小事情 他却很在意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让他满意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元 21岁 来自四川学生 女嘉宾小马 22岁 来自四川学生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主持人好 好好好 是同学是吗 对 一个学校的 今天为什么而来呢 因为就是总觉得我 hold不住他 对我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 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 就我想问他 到底现在是什么意思 他还喜欢我 想要跟我在一起吗 在一起多久了 快一年了 快一年 怎么就有这种感觉说 不在乎我了呢 就有一次就是他陪我去上课嘛 当时他在用我的手机 帮我抄资料 刚好他手机在我这儿 我当时也没事 我就觉得挺闲的 我说看一下你的手机 但是他死活就不给我看 本来我没有太在意的 就是他的态度 就是为什么这么强烈呢 是不是有鬼呢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 当时我们才在一起不久 然后当时就有个女生给我发了一些很奇怪的话 然后我怕她看到了又会伤心 会生气 那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还跟那些一心有点似 我没有啊 就因为我没找他之后嘛 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不找他了呀 怎么样 我就怕你看到了 不是伤心吗 我就没给你看嘛 我又不在乎人家给你说啥 我在乎是你对人家的态度 你的回应 但是我后面不是给你看了吗 你就说你不想看了 当时不给我看 后来给我看 那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给我看的 就是你想给我看的那一部分 那你这样说的话 那我怎么办呢 而且他这个人 本来就是那种很严控的一个人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严控是指颜值控是吧 对 看人家是好看的 就喜欢好看的 对 咱就把他说清楚吧 对 当时我跟他在一起 我还问过他 我说那你到底是喜欢我什么呢 他就说因为你漂亮 然后也没有什么别的理由的 不是 这就够了呀 对呀 就够了呀 比我好看的人那太多了呀 那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还经常看别的异性了 就是我俩在一块的时候 对面走来 跟你们都富白貌美的 他就多看两眼 我还在你旁边 可能就瞟人家两眼 我就看着两眼 我又不也没有去干嘛嘛 我又不也没做 怎么出格的事情嘛 那是因为我在那 我不在那的时候 你是不是叫要人家微信了 我问他怎么可能 其实我跟他感觉 跟他在一起之后 我感觉就跟着不像我自己了 对你知道那些抖音嘛 看那些怎么跳舞的视频 就很正常是吧 我看了之后点个赞怎么了嘛 然后他又觉得 我看那小姐姐了 然后就不高兴了 反正就说 我怎么怎么样了 那是因为他抖音上 就点了三万多个贯助 百分之八九十 全都是那些 好看的 跳舞的视频啊 那些小姐姐 还有一些就是性感腰扰的 那我怎么办啊 那是因为你喜欢看 所以他才会给你推这种啊 这个你也吃醋啊 点赞也吃醋啊 对 就其实情人节的时候 怎么了 情人节 我提前两个月 就给他准备了礼物 然后我之前也跟他说过 我说我从来没过过情人节 他就应该知道 我对这个事有期待的 但是他在情人节的前一天 他才开始问我 他说你想要什么啊 你喜欢什么啊 我以为他会像我一样 就花很多时间就准备了呢 那我不是问你想要什么了吗 就是我想给你买礼物啊 但是 那不就证明我喜欢你吗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不这样 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想给我买什么东西 就直接买给我 也不会问我喜不喜欢要 想不想要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 要误实一点了呀 我心情的其实不是这个 是在之前的两天 他跟我说他没钱了 他没钱了 那我确实没钱了呀 他说他没钱 不能带我去好吃的了 然后他又让我挑礼物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他没钱了 不要让我想着 在他那儿得了什么吗 哎呀 这姑娘的这个脑路 这么快啊 不是 他我的意思就是说 即使我没钱了 我也会给你买礼物的 知道我意思吧 你不懂我的意思 知道吧 确实我也没钱啊 他的意思说 你看你告诉我 没钱就是不想给我买礼物吧 要给我买礼物 我也买便宜的礼物 是这意思吧 是 到后来 这让我心寒的 就是我发现他的余额 不是他说的那种情况 那个钱是我们家里面 给我拿来学车用的钱 现在随便你怎么狡辩 反正我也不知道这种情况 那我是不是送一礼物了呀 那不是这么有喜欢点啊 那礼物就是 他问我想要什么 他因为他说我没钱嘛 然后我就意思了一下 就要了一只口红 也就一百来块 那有什么问题啊 没问题啊 我觉得我对人就比较很直接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没有多讲啊 为什么你什么事情 都要让我主动地开口向你要 我要的是你主动想给我的 还有什么呀 你两位 就我们异地之后 怎么又异地了呢 因为放假嘛 哦 放假 异地之后呢 本来两个人也戒不上面 他每天也就是对我的消息 爱回不回 可能我给他发十条 他也就只会只会一条 然后他去干什么 也不会提前跟我说 就让我一个人在这干等 我一整天的心情 就受他的影响 你说他发什么 呵呵哼哼啊 我怎么回啊 那我十句全是呵呵哼哼嘛 那有些可以不用回了 我就没必要回啊 我为什么每句都要回呢 我 只是说你对我什么 都有个交代 你要去忙什么事 你跟我说 我不是不让你去 你别让我担心 不是 你担心什么呀 就他一跟我聊聊 突然人不见了 那谁知道什么情况了 其实主持人 他就是太敏感了你知道吧 就之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也这么聊天啊 当时他也没说什么问题啊 我们也挺好的啊 过得挺好的啊你知道吧 他也挺开心的 他也没不成气 就是见不着嘛 就有点惦记 在学校那是能见上面啊 就不会有太多的 就是聊天这些也没什么啊 异地之后 我们不就是见不着了嘛 他也没说跟我开视频 对比我闺蜜的对象 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开视频 不是 咱就这事 就别对比了吧 你学校干嘛呢 而且他说 就算平时没什么聊的 那我真的就是身体 不舒服的时候 我告诉他 他也没表现对我关心 你怎么没有 这怎么了嘛 就上一次我 根本也没说什么呀 我眼睛发炎了嘛 就很恐怖 我还拍了照片给他 他看了之后他就说好红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他就很红 眼睛很红 我说什么呀 我说那你怎么办 你去医院去抢救一下 你说你叫完经 你觉得我这个事就是小事是吧 对 我觉得就很小的事情啊 那我什么样的事才是大事 那比如说你什么生病感冒发烧啊 你骨折之类的呀 和记者我骨折 那才能得到你的关心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但是我这个人比较直嘛 我不知道 我也不懂得你的意思啊 有一天晚上就我跟他发了 就是一大串操心窝子的话 但是他看见之后 他第二天早上跟我 就指挥了一个早 所以我就没有任何的回应 我可能我确实是因为 就是家里的一些原因 就导致我这个人确实是敏感 就他总是说他有多喜欢我 但是我是真的 我感觉不到 然后我也喜欢去一遍一遍地试探 他到底喜不喜欢我 我不敢确定了 不是 你试探看吗 你觉得他喜欢你吗 你感受到了吗 我喜欢他的呀 我就是因为感受不到 我才 那就是不喜欢吗 我有时候我也在找自己身上的原因 找什么原因啊 谈恋爱谈得那么累 你们两个人真是 一点小事 你什么意思 喜不喜欢姑娘 我喜欢他呀 你感受到他喜欢你吗 感受到了啊 那你就配合他呗 对 我就问他要什么 就给他什么呀 他就觉得我不为他准备 我为他考虑了 你现在明白他今天来的意思了吗 不太明白 好 你看 你跟他说清楚 他都不明白 你跟他说清楚 我只是想让他对我 就是事事有回应 继续有回应 不要让我 总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说半天 他根本就没有懂我 那不是我改了吗 我有在改呀 我慢慢在改呀 再问你 你懂他吧 懂了 那你懂他 你说一下他什么性格呀 他就是比较文静 然后什么都不爱说 就让我去感受他 你知道吧 他说我什么都不说 那个就太 你觉得你男朋友 是那种能感受到的人吗 我感觉他就感觉 以前一天就什么也不想 什么都要我去教他 我要去教他 就是怎么去爱我 包括一些小的事情 要教他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就是 他是不是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 他真不会 还有一种可能性 他是在你身上不会 你觉得是前者还是后者 在我身上不会 就是你判断他是会的 只是对你不下功夫 不下心思 因为我听他讲过 他对他前女友 真的挺好的 你当时喜欢他什么呀 问个特傻的问题 我不知道 我就是 就是对他就感觉很不一样 因为我第一次 他喜欢你真的有原因 我第一次看见他之后 我就 我整个脸都发红了 我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不就是帅吗 那我也不是很差 对 这会儿你自信了 所以就千万不要计较 你看这女生 我说他对你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长得漂亮 对吧 你喜欢他脸都红了 是因为他帅 你承认这个现实就好了吗 接下来要承认就是 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什么样的人吗 你现在相信他吗 我先问一句 他只是改了他之前的一些 坏习惯 那不那也挺好的了吧 是 我知道 所以你还要的更多 对吗 就是对我的这些关系 实在太少了 这么听起来 实际是因为放假 两个人不在一起了 距离让两个人之间 产生了很大的隔阂 有一大部分的原因 有一大部分的原因 你们不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没话可说呀 对呀 就没什么聊的呀 就觉得没意思啊聊天 你呢 跟他分享日常啊 或者是自己看到的一些 或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他听完之后 他很 他就很奇怪 就是说 哦 那我们睡觉吧 就没有对我分享的事情 表示一个回应 那说明他不感兴趣 不是不感兴趣 那会儿已经很晚了嘛 我就很困了 我说那我们睡觉吧 睡了呗 你这也太突然了 平时你也不是那个点睡觉啊 但那天我很觉得 就是有点困了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你说我现在有一点困了 你也要早点休息 那我不就睡了吗 晚了吗 睡了 所以这就是现在年轻人 谈恋爱的一个问题 其实一开始都特别正常 谁谈恋爱都这么过来的 因为好看 或者因为别的什么 就一个点 互相喜欢了 就开始恋爱嘛 是不是 恋爱不就是互相了解嘛 了解不就是发现毛病嘛 然后再发现毛病里面 去感受哪些我可以忍 哪些我不可以忍嘛 现在我听你这男孩身上 没有优点了 接下来就变得两个人 连聊什么都不知道了 太闲了 我原文复述你的话啊 他陪我去上课 他拿我的手机抄笔记 我不是没事吗 我看他的手机 谁上课呀 是我上课 那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陪我去上课 对啊 没错呀 你上课你应该干嘛呀 你干上课该干的事 怎么成了他拿你的手机 再给你抄笔记 你在那儿看他的手机 闹矛盾呢 闲的 这恋爱谈的就要错位 该干嘛干嘛 你该上课上课 都理解 年轻人想腻在一起 上完课再腻多好啊 四十五分钟是一种煎熬啊 那什么都腻乎在一起 什么都没了 到最后连话都没了 就找小茬呗 这是我看到的 你们听听老师 怎么给你们去做分析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俩没有任何共同可聊的 你俩谈怎么恋爱 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 特别是恋爱才一年的时候 真的有好多说不完的话 不管是现在你们说 游戏也好 电视剧也好 还是大家各自同学的 八卦事情也好 还是各种就是新闻也好 总有话 可是为什么现在你们一个才21岁 一个22岁 没话聊了 我真的觉得有话说才可以爱起来啊 你到现在为止 我听到的 你要不就是对他 要求他像一个小弟弟一样 随时随地能够陪着你 符合你的要求和命令 要不然 你又希望他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能够呵护你 照顾你 照着你 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要哪一种 他现在做小弟弟做不好 做大哥哥也做不好 他现在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谈恋爱 我觉得这男孩到现在为止一脸懵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谈恋爱 他唯一知道是 这姑娘挺漂亮的 我跟他在一起吧 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吗 害怕什么吗 所以你不懂他在说什么 你说出去的话就有可能惹路他 所以我劝你不要谈恋爱 你还没到谈恋爱那个思想 你怎么谈呀 你不知道你哪句话会让他开心 你不知道怎么去陪他聊天 你不知道晚上 你跟他说晚安的时候 他在那边生闷气 你统统不知道 然后你认为你自己做得很对 所以你怎么谈恋爱 我倒觉得现在你不是好好学习得了 那同样对于女孩来讲 如果你想找一个比你年轻的 小男生谈恋爱 我觉得要不你就当一个知心大姐姐 教他 虽然特别累 你告诉给他 我这么说话的时候 你要怎么回复我 我这句话怎么说的时候 你要怎么回复我 你把他这张白纸 交成你想要的那一个学生 你就可以了 但你又不教他 你懂吗 你不教他 他什么都不清楚 他不清楚 你就只能生气 所以这个恋爱谈得就超级累 所以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建议 你要不当老师 慢慢教他 因为他现在还愿意做一个可爱的小弟弟 要不你就别跟他谈了 他真的什么都不懂 所以你自己想清楚 你的恋爱才会谈得舒服 否则变成你一个人跳独角戏 所以小鹏老师的核心意思就是恋爱是两个人谈的 别自己跟自己的感觉谈恋爱 各谈各的 你们俩我觉得根本在哪里呢 我觉得根本在于你们在消耗青春 你们没有用心去浇灌爱情 我就回想我大学的时候谈恋爱 其实爱情没有那么简单的 就是你要特别特别用心 你要特别特别用力 你可能还要改变自己很多 委屈自己很多 想要去理解对方 迁就对方 为了对方的爱好去牺牲自己 但是男孩你看 你比如说一句 你顶一句 有的时候说一句 中间你顶三句 你们都没有彼此替对方去想 都在想自己的那一怕 我当时大学的时候 是中国最早做极限运动的吧 然后各种什么西匠啊 牙匠啊 然后徒步呀 那我女朋友我就 带着她去了一次 她就发烧了 后来呢我就掩割了 所有的我的极限运动 我陪着她打80分 尽管我以前是打桥牌的 我就觉得80分特别愚蠢 但是她开心嘛 是不是 我就陪她玩 我也想 能不能共同找一些 我们俩都喜欢的爱好 那那个时候呢 我做社团 对吧 做一个求所书舍 我就拉她做我的文学部部长 两个人一起做一些事情 就有了更多共同的语言 对吧 我们一块去看个电影 不只是向别人看个电影 就结束了 我们会凭这个电影 凭上一两个小时 那这两个人 不就有了交心的交流吗 你不用心培养 她当然天天刷抖音了 对不对 那后来 我们一起走过了 很多年的日子 那我们看音乐剧啊 看歌剧啊 有的时候她喜欢八卦 我是很不喜欢八卦的 但是为了她 我就给她讲一讲 为了博她一笑 如果你们两个人 彼此都在想 怎么样让对方开心 怎么样浇灌这个爱情 我相信 以你们俩的智慧 你们一定能够 把这个爱经营的 有滋有味 嗯 谢谢丽总 来 沙大老师 你俩是拼颜值来的吗 这个说帅 那个说我也不差呀 始于颜值的爱情 是飘忽不定的 更何况两个 是自己颜值清高的人 你知道就是喜欢和爱 维持的时间越长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人格魅力 这个是关键 但我不同意 刚才两位老师 说的一点 就是说 男生他不会 我觉得这个 不是不会 是不愿意 他不是那个 能够点燃你 让你炙热的人 如果能够点燃你 让你炙热的话 你怎么样 都会追随他的角度 而你也不是 能点燃女生的那个人 女生的恋爱规则 都太多了 你是照本宣科的 在看着书谈恋爱 男生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而实际你需要的是什么 我相信一个 真正能够点燃的男生 你很多细节会放过 所以那种爱 是发自内心的 情不自禁的 我所有的付出 我所有的努力 我为你的改变 都是情不自禁的 因为这个人 让我倾倒 但你们两个人 就肤浅到表面 只看到了两个人 彼此的皮囊 然后再不愿往下 多探一步 多探一步都觉得 我亏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彼此不是那个 能够点燃 对方的那个人的话 就不要要求那么多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我是觉得 现在的爱情 都来得太快了 太猛了 然后彼此 对对方的要求 都太多了 超越了 所谓爱情的界限 比如说 真的在恋爱当中的人 应该开放自己的私领域 你的手机 应该是开放的 对吧 所以开放是什么 开放 你随时可以看 我不删就是了 但是看不看 是你自己的事 就我给你了 进入我私领域的权利 你使不使用这个权利 你得想清楚了 后面 道理都是一样的 我说的这个私领域 涵盖了非常多的东西 比如说 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喜好 那还是不应该有 共同的空间呀 就你们这个恋爱 谈的眼里面 只有自己了 那就肯定什么都没有 什么毛病都来了吗 你又没有想过说 这臭小子 为什么要看 三万那种女孩呢 你想过这问题吗 他就是喜欢好看的呀 那个真好看吗 我解读可能有解读的不一样 我会特别认真地 把这些女孩看一遍 我看看我喜欢的 男人的审美怎么样 这些女孩是真好看 还是假好看 他看这个女孩 跳的是什么舞 我基本能知道 这个男人的品位是什么 你们要好好恋爱 就好好地观察生活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 你的恋爱就能有趣了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他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 可能我之前确实 我没有为你想那么多 但是我之后我会通过 慢慢慢慢自己 慢慢慢慢改正 但是我觉得我已经为你 改变了很多了 就是你不能什么都要要求我 你总说你为我改 其实 我真的我觉得我要求的不多 就可能我年龄比较小 然后我很多东西都确实不懂你 但是你真的就不能因为这个原因 就一直抓到这个不放 是吧 但是我真的我感受不到 你口里说的对我的那种喜欢 那你可以说出来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说出来就好了呀 你说出来我就能感受到了呀 我现在就感觉我是在向你讨要关心 明明一开始是你觉得我 为什么现在要让我这么自卑了 这么卑微我现在 请亮灯啊 谢谢两位啊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请回请回 谢谢啊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 022-2360-6301 有情感固货的观众朋友呢 就来电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啊 小心被骗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吧 请开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So you better go take it Always they need a new replacement Decentralized can't contain it We're changing lives Yeah upgrade it Call it to a side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ne keeps you up and now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yeah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One keeps you up and now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yeah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a demon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m love You got me like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a demon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m love